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我來到這裏想和大家正式分享 為何有些人全身病痛 無時好 這裏好遠那裏又痛 那裏痛遠這裏又離 這裏離遠那裏又不痛 不痛就跟著又離痛 一會兒手臂痛 一會兒屁股痛 一會兒胸口痛 一會兒整個頭痛 為甚麼呢 其實睡床是很重要的 如果睡到精神 我們做甚麼都是疑婚精神 打醒我們 做甚麼都會順順利利 如果睡錯位置擺錯陣 即是遺節床頭不對 會導致你一身病痛 整個年到晚都是 這裏不舒服 那裏不舒服 首先我帶大家看看 房間在裏面 雖然有雜物很多 我們不講雜物 我們講床頭 讓大家看看 一眼看完房間的床頭是這樣向的 我們就看看床尾 如果床頭頭在那裏 腳在那裏 我們就向著這幅牆壁 這幅牆壁 我們慢慢移自出 慢慢移自出 我們慢慢移自出 慢慢移自出 你們看 慢慢移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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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向著鏡頭擺在那裏 大門在那裏 大門在那裏 大門在邊皮 看到了 所以這個門口 我們睡覺 我們的腳向自出 我想請問大家 如果是一個人 過世了 放棺材 我們以前 祖家那時 是不是棺木 我們通常 有些人放在廳裏面 棺材 我們說是一件法材 有些人放在車房外面 這樣人死了 那隻腳是否向著出 有沒有 如果是我們生人 我們是洋奸人 生的人 我們的床頭這樣擺 肯定會影響到 你周身病痛 我們叫做死人睡覺 就非常不吉利 如果你們的床尾 是向自己的大門口 你們千萬千萬 你們不要這樣睡 因為睡下去真是周身病痛 這件事真是有影 不要說沒有影 所以說 如果有這樣的情形 要怎樣做 有些人的床頭 我們進來 有些人的床頭 在這裏 是不是 他就放過來 在這裏 在這裏 進到這裏 我先掩一掩門 這邊的位置 這樣可以反過來睡 這樣反過來 又叫做半死人睡覺 師傅 你說完 這樣睡又不是 這樣睡又不是 難道我的床頭 放在窗口邊 頭有窗 就會惹難桃花 這樣怎樣做 你們要記住 床頭在後面 又要惹難桃花 就算不惹桃花 都會被人指指點點 時時非非 小人督眉背脊 睡著 都重唱 這樣我要怎樣呢 很簡單 我跟攝影師哥哥 丟回頭 你的床頭應該放在那邊 我又走過來那邊 攝影師哥哥又走過來那邊 正式來說 這間房間 床頭應該在我這個位置 床的腳向回到窗口 是可以的 是活動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還有一件事 床頭在這裡 左邊有一個窗口 右邊這裡有一個窗口 一樣會惹桃花 桃花有分兩種 一種是正桃花 叫做人緣花 一種是桃花 又是叫做人緣因緣 人緣因緣 所以說又好又壞 你放得對 反而招貴引給你 如果放得錯 放得不對 就會惹到一些難的桃花 靠近你的身邊 所以這個床 千萬不要這樣響自大門口出 如果你真的這樣響自大門口出 就是因為這個人 就是整天 這個主人家 不管你小朋友也好 如果小朋友睡覺 就經常鼻孕感 經常咳嗽 肺子很多風 套又很多風 胃又很多風 大人都一樣 所以你這樣睡覺 就是沒有那麼好 這是一個風水教學 風水是有講究醫用的 所以床頭 你睡得對 你就身體要健康 什麼病痛都會少很多 所以大家要記得 好了 今天先教治大家 希望大家學一學 試一試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形 不妨擺一擺個位 如果你有好 你睡得健康 你始終想到我今天所指點你的 你好就是我好 我好就是你好 大家好 好嗎 好了 不說多了 後會有期 拜拜